在台英外汇下方 也有一個下載文字檔 下載Excel檔 對不對 那其實也可以利用 利用它這兩個 來做一點事 比如你下載下來之後 點擊它,它就直接下載 那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 有這些格式 甚至它遠期的 它好像還可以讓你買遠期 不過那利率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我用不到的話 就不需要 我主要還是什麼 還是那個 就是現金跟集錢 不過它好像沒有買 只有那個什麼 它是買不賣出 在右邊嗎 OK 所以變成說你可能要的東西 也許就是 要再幫它做切割吧 那如果你要的東西 剛好是這個這個 然後跟後面 假設我們只要次欄 或者不管 反正你要的你就自己這樣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在用之前講過的方法把它下載 其實下載網路資料 除了它有那個 就是說網頁 另外它有這個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它也是一個網址 但是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等一下就是下載 跟各位講一個關鍵 不知道各位沒有用過的 按右鍵 右鍵的時候這邊有個什麼 複製什麼呢 連結網址 也就是說它其實它的網址 關鍵在這裡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網址 把它記下來 有沒有 比如說我用什麼來開呢 我用一個那個 Word來開好了 比如說我假如說 我這個地方 我把它用 我把它用 乾脆用那個記事本 它這邊會有個網址 也就是說這個網址裡面就是TST 那我可不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剛剛的方法抓下來 然後再用資料剖細就好了 有沒有 剖一下 資料全部 不要的就把不要的攔散掉 就OK了 所以方法二 直接看那個 網站有沒有提供開放資料 其實剛剛各位看到 這東西就是一個開放資料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開放資料 或者你們 其實如果覺得這練習不夠的話 可以打一個開放資料 網路上就一堆了 那比如說呢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這邊的話有兩千多 多種類型 那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點擊那個資料目錄啊 資料目錄裡面就有CSV了 如果你想練習的話 有三百多種 裡面都有CSV 有沒有 不過有一些可能我們不一定用得到 不過只是說你如果 假設你要拿來練習的話 這些都非常的 應該很快就可以 比如說那個 有什麼用的 進出量這個 這個可能不要用 你可以點擊 點擊這個進出量 各站 比如說我想知道哪一站的那個 進出量最多 那你可以點擊進去 它一樣提供CSV給我們 那一樣可以把那個CSV抓下來 其實馬上在isail裡面 就可以得到答案 太多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下載這個 那待會再看 如果我今天來 以為不是從網頁 是從這邊 但是要看到一樣的結果 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比如說什麼 台北市開放資料 這樣不要統計的話 我剛剛是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直接把它開起來 其實它這個好處就是像 我怎麼知道 其實 它這邊好像提供了所有的資料 那我是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加總完 把它加總 加總完之後呢 再把中間的東西砍掉 砍掉之後呢 再把它做一個轉置 有沒有 這把它底下 本來沒有加總 因為它好像 每天 一個小時還是多久 反正就多一個時段 哪一天的幾點吧 然後有這麼多資料 底下沒有加總 所以我把這邊 所有的資料加總之後 再把中間的資料砍掉 不過砍掉的時候 你可能會 一件事就是 它裡面原來的這個值 原來裡面是加總 我是用這個 常用裡面的加總 那加總的話 如果你用加總 會發生問題 你把中間砍掉 它變中間會壞 就會不見嘛 所以我講 選擇性貼上 你可以用這樣 Ctrl C 然後再把它這樣 選擇性貼上 貼上什麼值就好了 它原來的公式嘛 再把中間的東西 全部砍掉 比如說我要統計 到底哪一個站 這個時段 這個都不用 哪一個站 其實進出最多 那當然你可以排序嘛 不過你橫向沒辦法排序啊 縱向可以排序 所以怎麼樣 很簡單嘛 把它Ctrl去向右向下 Ctrl C好了 另外開一個工作表 選擇性貼上 把它轉字比較好 轉字之後的話 再利用這些資料怎麼樣 做一個排序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看出 按照什麼呢 按照這個進出的人次來排序 所以排序出來 我看到這邊就有結果啦 台北車站還是最多的 然後其次就是西門 再來就是台北市政府站 這資料到底準不準確 應該它放在上面 我想應該準確性應該是可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這個結果 倒是讓人家蠻訝異的 有一些之前本來進出量很大的 反而排在下面 OK 而且反而板橋 可想而知 這個板橋站能吃這麼多 可能跟三鐵共過也沒關係 因為它可能還在轉成台鐵或高鐵 等等的 那OK 好 這個當然就是網路上都有這資料 所以你要怎麼懂得去應用 或者是配合這樣一別 快速抓取快速統計 那裡面其實當然你可以直接下載 或者直接再下載按右鍵 這邊也有一個什麼呢 複製連結網址有沒有 其實你也可以把那個網址 把它放在我們的VBA程式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抓去 你不用說從這邊去下載 再貼過去 直接用VBA就OK了 應該可以了解我在說什麼 因為這個 像這個牌架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做法上面大概第一個 你按右鍵 複製連結 第二個如果說我要抓取的方式 這台銀這地方 如果我想要換一個新的方法 我不要從網頁抓 我要從它剛剛提供下載文字檔 那個地方抓的話 你要該怎麼做 其實首先的話呢 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因為我剛剛寫的這一些 其實比較是屬於抓網頁的方法 那上個禮拜反而 上個禮拜翻譯反而比較適合 下載文字檔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碼 哪一段呢 其實可以一樣 可以分三個部分來做 先全部下載 然後呢 再把它怎麼樣 再切 切欄 然後再切那個 這個是第一段 先把它放在A1 也許我們就是直接 把那個上禮拜的東西 等於是複習一遍 那這邊一樣 把A1 把它做跨欄至終 然後 OK 然後呢 一樣就貼第一個 這個先 OK 那網址的話把它改一下 網址的話改成這個 下載文字檔按右鍵 複製一下 然後呢 我們直接就把它貼到 這個中間的地方 貼上 什麼都不用改 就這樣子 看看那個資料會不會到A1 如果會的話呢 那OK了 所以以後啦 反正你要抓網路資料 不然就分階段 第一個確定可以下來 第二個那就是裁切 橫向的 再裁切縱向 不是全部都切完了 對不對 OK好 然後呢 資金 有沒有 資料下來了 第一階段 OK了 第二階段的話呢 我們要什麼 橫向裁切 橫向裁切呢 其實就是VBCI 那不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基本上 怎樣 你可以直接怎樣 從那個上個禮拜的程式 第二段 也在這個地方 這裡 因為你要記得 在中間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這樣可以拿來當成那個 拿來當成範本 第二階段 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呢 貼到下面這裡 那試試看 一樣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個捷運這個先不要儲存 開個新的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它 下載之後呢 這邊一樣記得Enter一下 下載之後的話 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分 好 一行一行的 那這個把它 網址換一下 一樣VBCI LF 最後會有一行 所以再抓一下 試試看好了 OK 執行 沒錯 基本上全部都抓下來了 再來的話呢 其實就是怎樣 要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話呢 其實 我講過了 基本上當然也要入字聚集 不過跟上個禮拜的那個 鬥點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它這裡面好像是分很多的空白 那空白的話 我試一下 基本上呢 方法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我看它自己會不會抓 因為分個符號好像沒有 只能放一個 空白 其他怎麼辦 我們乾脆用固定寬住好了 下一步 那你會發現它還蠻聰明的 自動幫你抓到 因為空白它把它 跳過 跳過 OK按下一步 再來的話呢 它問你說放哪裡呢 這些好像都一樣 而且你會發現 它幾乎把空白幫我把它移掉了 等一下看一看裡面到底有沒有空 如果有的話 你乾脆就是最後 再用取代的方式 把所有的空白 全部取代掉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就把它蓋過去好了 把舊的資料給覆蓋 按完成 這個時候OK了 那全選之後 我們先用常用裡面的格式 自動調整欄寬看看 調整完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看一下 資料都下了 所以最後呢 當然你還可以再把程式 多撰寫什麼呢 比如說J欄不要 那就B欄不要 然後這一些都不要 反正呢 你用那個Column 然後看哪一些欄 不要你就把它點Delete掉 33333 其實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OK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做法吧 其實這種方法也是OK的 好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再利用那個 就是那個 台銀外匯下面這個方 按右鍵 複製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也等於是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複習一遍 好